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特发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禅 另外是我们新西兰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關於懲罰ME 大家看到畫面已經看到了 原來它是牽涉在黃色經濟圈 群組了很多不同的黃店等等 搞這個平台所賺到的利潤 原來就是被通緝犯羅冠聰資助 讓他繼續在海外做抗爭 但實際上是違反了國安法的行為 相當可惡可恨 為何羅冠聰可以作惡多端 也算是有錢用到今時今日 雖然這個懲罰ME 暫時給了多少錢 我們未知 但也算是幫到他 因此我們看到國安處方面 也去到相關工廠大廈 搬了一箱又一箱的東西 看到有些古怪怪的 一箱二箱都搬上去 當中牽涉了有好幾個 四個道理密化的前眾之成員 其中有一個就是他們的前主席卓豪 就是穿桂桶底王林朗宴 想不到以前穿桂桶底 現在是洗心革面 幫他們賺點錢 縮頭烏龜羅冠聰暫時未留意到這件事 說回來 看到有消息所指 警方將會打擊黃色經濟圈 這些軟對抗的行為 我們可以去否釋一下這件事 以前有一個什麼 國際政治專家的學者 博士沈旭暉 沈大... 是沈... 是嗎? 正常是沈大仙 沈旭暉 沒錯 他也是這些政治什麼什麼的沈大師 甚至有人說他叫國師 國師又點一條死路 給黃色經濟圈走 那時候又說價值千億的經濟圈 他們這些軟對抗的行為 似乎是否違法呢 這件事很可圈可點 因為逐漸逐漸看 我們千萬不能盲目無理性 一觸高打一算 如果這樣的話 只會拖下了自己的水平 我們要保持著一貫的思考 去看這件事是怎樣的 當然 好了 我們就理性去看這件事 但是那些黃色經濟圈的黃點 我想他們現在應該都失去了上升 會縮 如果到今時今日 還在懲罰me這個平台上面 有登指的廣告 是黃點的話 相信慢慢會淡化這種形象 因為很多公司都希望可以 和懲罰me的平台脫離關係 因為如果他們還想做生意的話 要不就倒閉了他 要不就學兇者牛肉飯 還有銀龍咖啡冰室 鑽色 不是鑽色 是說我一直以來 都沒有說自己是黃色 什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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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因為你可以說 我有一種苦行的意味 希望你懲罰我 讓我知道我自己有過錯 所以我才參加這個懲罰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經濟圈 如果你就糟糕了 你說自己是黃店 跟著就說認同懲罰me的理念 跟著你就付錢 這個懲罰me 就參加他這個叫做 香港史上最臭最大的懲罰計劃 那怎麼辦呢 你看到今天國安處 假如你是一間煲仔飯黃店 你又看到了 你平時原來有付錢 找懲罰me做宣傳 就是宣傳你的煲仔飯 還是怎樣 現在你看到 國安處方面 派人搬走一箱箱文件 究竟裡面會不會有 有你的份呢 對了 牽涉了你們煲仔飯的 這間店的黃店 你的資料 那你就會再想 推演一步 現在拘捕他們 其中有一項罪名 就是去勾結外國這些 沒錯 那這些罪名和這個懲罰me 剛才提到的資金 或者得到的利潤 原來就用來去供養 這個羅冠聰 去做他這些通緝犯 所做過的行為 或者是否現在進行 還在做的行為 那好了 如果我是國安處的話 麻煩 現在有三四千間黃店 是跟這個懲罰me有關係的 我逐間逐間查一下 就看看你 究竟是知不知道這些錢 最終那個人是給羅冠聰的 或者知不知道 原來你的錢 是會幫到他們的抗爭 那糟了 你說我知道他用來抗爭 但我沒有想過 是給羅冠聰去抗爭的 你可以這樣解釋 我覺得 因為一般人 我們自己的商家 利用這個平台 我相信第一點 就是他們所謂的理念上面 理念相同 第二就是 都是有一個平台做宣傳的 那些錢給了他們 那對一般這些商店黃店 就是作為客人的黃店 都是希望給他們營運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平台 會支助羅冠聰是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這個平台是給手足 是的 或者用來等他們繼續抗爭 那你又要去看看 你有沒有去like羅冠聰的Facebook 有你就糟糕了 你又是懲罰me裡面的東西 還有推特 原來你是有like有follow 有去下載 甚至乎你有patreon羅冠聰 亦都支持懲罰me 又繼續有這個 原來你是跟他 或者可能懲罰me的時候 你跟他有些來往 可能whatsapp也好 可能whatsapp 可能whatsapp 即是你說 Telegram呢 會不會呢 不要緊 收這個plan 這個價錢 我覺得OK 幫我們推廣黃店之宜 最緊要 幫到手足 幫到海外抗爭 加油 你只寫這些 到時你都糟糕了 嘩 是呀 真的呀 可能會被關掉了 你誰知道 那些私人群組 你怎知道裡面有沒有鬼 在裡面 又或者你是不是有說過這些 你不知道懲罰me 原來是牽涉到羅冠聰的 如果你說到這些錢 你以為是幫黃色經濟圈 然後懲罰me 就跟你說不用怕 我們會繼續抗爭下去 你跟他說好東西加油 那你就糟糕了 是啊 專門的 剛剛提到那個G字 甚至乎你知不知道 是否先知 究竟是否ABCD 大途六E 還是什麼其他 我突然間 腦海裡面浮現了一個人 是嗎 誰啊 就是林景林 哦 大家看看畫面 其實他一早提了你的 他是先知來的 香港不能亂 亂不起 這句 你們看到這裡 已經叫他 收棋 收棋 但是 當你看一看 黃色經濟圈 就是一個 衝的示範 衝啊 你們自己一賽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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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泰在此聲明 和與黃色經濟圈 不再有任何關係 OK 拜拜 不關我事 說得明 麻煩你走開 彈開 不要懲罰我 你懲罰你們自己好了 開心 說得明 由志及興 接著來的日子 會繼續服務香港 說好香港故事 這個 我們一間先Yeah 這個Template 其他網店 你們將自己套下去 對 我教你 黃色經濟圈 沒錯 黃劍 大渣哥 假設 這個 是個例子 大渣哥在此聲明 與黃色經濟圈 不再有任何關係 大渣哥接著日子 會繼續服務香港 說好香港故事 將右手邊這個林景嵐 將他變成譚小環 是啊 OK 糟了 原來現在那個軟對抗 就是這樣 現在那些什麼 叫做 賣種 賣什麼 那些 大家就會想 糟了 軟對抗 當然 有多遠線 他們會說 是不是那個紅線 什麼飄忽不定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好啊 我們要試其試 非其非 有些人 我估計 對於軟對抗 這三個字 就會將它 無限放大 一定 對於社會 這些事件 的分析 盡量 要大膽 假設 小心求證 要前瞻性的分析 如果假設這些人 遲些拿軟對抗 這三個字 用來發大 萬變不離其中 到最後 你們都要涉嫌 違反港區國安法 裡面的法例 寫的東西 你才會被捕 所以我們為何看到這次 要有法庭拿出來的通緝令 所以國安處才可以去做事 為何這個通緝令 到今時今日才能夠搞得怎樣 當中一定經歷了一些 我們都很難以知道的事情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程序 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做到這八個 所以有些人問 為何沒有誰 為何沒有那個 為何又沒有藥味 有些人問為何沒有陳方安生 很多都會說 有些人問為何沒有李宇華 我看到他這樣問 李宇華 現在不是點唱 現在不是什麼 我們要記住 法庭方面 要有足夠的證據 律政司等等 才可以做到這個決定 為何這八個 不是九個 不是十個 一定是有原因 大家千萬不要說太誇張 太誇張的話 讓這些人有機可誠 將國安處也好 警方的執法也好 甚至特區政府也好 甚至國家也好 讓他們無限放大 去污衊 去做其他什麼文宣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 去說這些問題 才可以 究竟這個箱裏 或者這些 Gibson 車仔裏 他們在搬的東西 有沒有牽涉你的黃店 你會不會接受到懲罰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你自己做過什麼虧心事 有跟懲罰咪 有跟懲罰咪 有說什麼 會不會 原來你們是會幫忙資助羅冠聰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給他多一千元 叫他加油 好不好 可以幫我給他 那你又不是懲罰咪 這次就是白階 是吧 在這些箱裏 會不會呢 有些文件 有可能 接著我們再去最後 我們的假設 現在這四個 錢中資的成員 都應該在接受警方的文化 例如這個 他們很繁忙 穿季筒底的林俊賢 假設他現在這個情況 一定會被人說 穿季筒底的東西 就會說 都會包含 是的 櫃桶底也穿得 現在有什麼難倒他 是吧 沒有的 最好急 他出來 你有沒有說過 都會被人當你是鬼 如果我是警方 我是許探長 我見到你說 喂 知道什麼的 都爆出來 你以前穿櫃桶底的 你出去的 就算你不說 都會當你是現在 是不是 反正都是 有什麼 就三口六面 都說出來 對 你看看 阿布泰林景南 現在又怎樣 怕什麼 怕什麼 怕誰要怕 就是這樣 說完就是這樣 一件污 兩件威 兩件威 對 不用怕 說出來 是吧 到時 你不說 那些人都當你說了 一定是這樣的 文宣組 你不是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他們已經收皮了 我不出什麼樣子 有警方保護 是吧 黃之鋒 以前就說你穿櫃桶底 現在羅冠聰 你覺得你不爆他出來 他會比你好過嗎 不會的 反正也是 說吧 快點說吧 有機會求情 如果早點說的話 轉做污點證人 你看看 歐樂軒 趙家賢 這些人 說完 有什麼問題 說完 他們現在很開心 不記得了 現在我們看到 到時 我想有機會 這群黃色經濟圈的人 就會馬上 將自己 黃豬 青蛙頭 香港領領變家 在自己的黃店 趕快撕掉 還有門口貼著懲罰 撕掉的貼紙 我想都會撕掉 會 有一晚時間 今晚收到舖 就慢慢剷了 恭喜你 現在這個黃色經濟圈 其實都已經是 苟然殘喘 還要搞到這樣的話 現在就徹底一些 一次過就撕掉 大家都 不需要煩 那種軟對抗 那種黑人憎 你自己 當然 我們也說過 這些人 還是保留著 中國宮廷最傳統 最自我審查 明明沒有說得那麼盡 你一定不會寬幾度 只會緊三分 你那種緊 明明都沒有叫你這樣做 可能你做得超過 可能到時 甚至乎整間黃店都撿了去 另外再開過 沒有人叫過你這樣做 但是你自己吵冤巴閉 又說得像迫城 這些是你自己選擇的事 不要又罵這個 又罵那個 這些是你自己決定的 我們暫時看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黃色經濟圈有什麼 我們再一次過再跟大家分析 好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